北斗镇东罗开击天后宫 举办一场别开生命的敬献仪式 荣获今年度海外创业楷模的 马来西亚上市知名公司执行董事周立新 几年前回台湾参拜妈祖 为了感念妈祖庇佑 这次也特地回台线上 用日本珍珠制成的手工披肩 希望这件披肩能为妈祖更添光彩及庄严 前程向妈祖参拜 要将捧在手上的珍珠披肩献给妈祖 彰化北斗东罗西开击天后宫 举办这场敬献仪式 线上珍珠披肩的是 远嫁到马来西亚的知名集团 执行董事周立新 她远嫁大马四十年 当初因为丈夫新亲历到台湾念书 两人认识结婚后到大马 协助丈夫发展家族事业 几年前返台曾经来参拜妈祖 感念妈祖的庇佑线上珍珠披肩 然后我觉得她戴这个披肩 我觉得很庄严 然后看起来很光彩 所以我就觉得 做一个珍珠的披肩 这个珍珠披肩 从日本珍珠手工制作而成 原本去年就要返台献给妈祖 但因为疫情而顺眼 趁着这次回台的机会 向妈祖献上早就准备好的珍珠披肩 完成这场别开声面的敬献仪式 周立新说很开心 能完成自己的心愿 这个珍珠披肩也成为信徒 对妈祖敬仰的代表 继续带着某张话 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